哈喽 梓婷 你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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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给我们的粉丝 可以打个招呼吧 嗨 叔叔 观众们 你们好 我是一女李子婷 我想问一下李子婷 就说关于你这张新专辑 请问一下你这张专辑的创作灵感 是你来说的吗 创作灵感 整个专辑 对吧 概念 对 概念就是 Find me 对 就是寻找自我的这种概念 因为这个专辑里面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风格 那种女战士酷的 对吧 还有那种很细腻的 还有就是 sexy的 甜美的 都有 在你生活状态中 哪一种状态是最多的 应该是一个比较 简单的那种 很舒服 很简单的那种 是吗 那我感觉你今天特别的 是吗 可能突然因为这种 啊 这种吗 你来跳两首新专辑里面的歌 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的话 其实我这次在专辑 刚唱了两首歌刚好 就有三千次 因为我可能说想念吧 因为我三千次录歌的时候 还有就是拍MV的时候 企划什么的 我都有参与 对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心思 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 看一面 一定要看MV 一定要看MV 对 然后还有就是想念这首歌 我是觉得这首歌 在现场的话 不带伴奏比较好 就是带一个弹吉他的老师 这样会比我感觉 这些人很适合去音乐街 嗯哼嗯哼 对对对 那都去音乐街 我也喜欢 我也喜欢 你有没有哪个女歌手 你特别想要合过 我特别喜欢 邓子杰老师 邓子杰老师 你最近都说给邓子杰老师看到 我超喜欢邓子杰老师 打扣打扣 如果是要你选一首歌 跟他一起合唱的话 你觉得你会选哪一首歌 他自己的歌 就是泡沫 你来两句吗 全都是泡沫 邓子杰老师 买了太多 你去KTV的时候 你平时会唱谁的歌多一点 其实我去KTV的时候 我不太点自己的歌 因为不想看到自己 在屏幕上那个视频 对 我点的歌可能是 要说王丽红老师的歌 就是那个春雨里起过的太阳 就那首歌 你觉得从啥时候开始有 这个音乐的这个 是什么样的 我是八岁开始 开始学习唱歌 一直唱到现在 对 有没有哪一个歌手 就是你长期的一个偶像 偶像对吧 如果是中国这边的话 就是邓丽纤老师 因为从小 因为我们泰国人 就听邓丽纤老师的歌比较多 我说邓丽纤老师 你现在想第一首歌是吗 《甜蜜蜜》 因为有我的名字在里面 OK 你好会爱你 没有我真的喜欢这首歌 现在很多音乐人嘛 都说现在整个音乐市场 不是很理想 所以你觉得是 什么支持你继续去做音乐呢 就因为我 从小的梦想 就是想成为一位歌手嘛 然后也是我爸爸的梦想 你爸爸的梦想 对也是我爸爸的梦想 但是没有完成 所以就 就是给了自己的女儿去做这个 所以我爸爸就特别支持我 在那个道路上 因为我特别喜欢唱中文歌 所以我就想来到中国 我们就去发展 刚好就是创造影音 有了一个机会 就去参加了 其实就是 就是喜欢 你觉得你实现梦想 这么长时间 你觉得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我还挺怀念 以前的那种感觉 就是歌手有很多商演 有很多好玩的那种 能发一首歌 能拍一支MV 那像现在 大家都不怎么看MV了 都只能对就变了 很多歌手 他其实都不是发一张完整的专举 是是是 一首EP 对不一样 就是为了一个快捷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你能整天下来 好好推出专专举 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一件事 是是是 很多人都会一边去唱歌 一边去拍戏 你觉得如果以后的话 你会考虑去拍戏做演员吗 我就是想要就是 往这个音乐 音乐这方面走 对 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 其实很多歌手演员 就像那个说的一样 所以还是得尝试一下 如果有机会 请到时候让我们的导演 都来看看你子婷 嗯 在如何是最发她的戏 找一个 在桃公主 你没有 角色 特别想演的角色 就是在桃公主 在桃公主 公主 哈哈哈哈 嗯 OK 你是怎么平衡自己在组合里的一个一个身份 其实我们分分词的时候 其实不是我们最选的 对对 都是团队他们把我们分好的 但可能大部分就是高 高音啊 或者是比较用的 因为技巧 就是大家都会推给我 给你去 给你唱 就这样 是 想跟你爽吗 很爽 很爽 但就是怕 哈哈哈 平时在团里的话 你和谁会 就是说玩的会特别多 因为我们我们一直都待在一起 所以所以也也也没有说 那我就打个比方 就是你知道女孩子吗 如果他们去洗手间 一定会叫一个人一起 你会叫谁 可能是小夕跟鸭米 比较多一点 哈哈哈 对